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 现在时间是中国时间 2019年12月24号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现在有一篇北大的退休教授郑野夫 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公开文章 就说呼吁财产公示应该从政治局常委开始 他这篇文章和他以前的说法是一以贯之的 就说让我们感觉到现在就提出这么个问题 的确中国官员的财产公开 财产公示这已经是嚷嚷了几十年了 那么但是到现在呢迟迟是只见楼声响不见人下来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这一步 那么这才是应该说这才是反腐的 这个踏踏实实的有实质性意义的这个一步 那么如果你这一步迈不开 那么这个反腐呢就是黑箱作业 就是这种选择性的反腐 就是一种可以说政治斗争式的这种反腐 那么现在这个政治局常委 他们这个财产应该说既然高高在上 你们的财产公开 总是就说应该是既然高高在上 表明你们的这个所谓这个德性呢 也是比常人要高一些嘛 那么现在为什么你们不能公开呢 所以说这篇文章呢倒是提出这么个问题来 那么有关这个问题先请谢天教授 您来说谈谈您的看法 就说为什么这么难 一个财产公示这么难呢 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有很多的这个 基本上都有问题 但是就说既然都有问题 这又怎么办 或者说我们想一想这个再往下想一步 谢谢教授 我想你刚才提到的 你说这个我们看到只听楼 叫什么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对 我这看到一份那个2012年 就是7年前的一个报道 这个是在大纪元那个2012年12月25号 正好整整7年前有一个报道 当时呢 说中共中央就已经获得了 七常委财产的第一手资料 就在考虑公布 当时就是考虑公布 他说是什么 常委的财产由各常委的秘书上报 是中共自己拟定的 但是呢还没有做最后的核实 那高层呢也在这个公布以后 社会反应做测试的评估 他就是说当时就有这个呼声了 对吧 但是这个正野副教授也以前也呼吁过 他甚至呼吁过要就是中共你干脆就体面的下台 走下历史舞台 他这个倒是很胆大很大胆也很不错 但是当时那个就是公布说来说 当时你说中共自己要公布的七常委的房产和存款 存款的那个财产的清单呢 我看到有一个比方说都是 他们的房子都是每个人一到三套 就是说存款呢 我看最少的是180万 最多是480万 那是一到三套 你比如说说习近平有三套房子 230万 那他的房子都在福州 一个在杭州 还有一个在北京总镇 总镇大概跟他太太有关系 那看起来都好像是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的这种 公家给的房 然后慢慢造成私人产权 是吧 就是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 是吧 这是一个 对您说的这一点就是 这一点也的确 就是说即使是公布了 我觉得这个可信度也很差 几乎就是全是假的 是吧 对 至少就是他是可以公布出来这一点 那你说这个中共七个常委 他的房子在一到三套 存款的180到480万人民币 那也就是几十万美金 对吧 这个样子 那对于外界来说 他说这是很正常 他会觉得这是很正常 那显然呢 老百姓不会真正相信这一点 那你比方以前的这个政委 这个常委 这个中有康 他那个儿子贪污的 我们就知道 就是说他儿子通过练财拿到的钱 就有200亿人民币 就是说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是说 实际上不光是这个台产名下 正常的或者看是所谓可以官方拿得出来的 这种财产有多少 你比方我想到这个普京的故事 普京当年人们也在问他 问说你的财产 私人财产有多少 普京说 我就有 我记得好像他说有一个 莫斯科别墅 那么他说他自己的财产 他当然是财产 普京都想要 宿佛说 他就是财产 他就财产 很直的 他就财产 所以说他在酒店 可能说公司 他现在他不认财产 或者他就财产 他就叫这个 那中国人 其实他同时 他他就叫分明 他就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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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出行的時候 有專機可以用 有專列可以用 別的其他火車還給他讓路 然後到各地的時候 你比方江澤民 我記得有個報導 江澤民當年薩斯病來的時候 他不是害怕嗎 就跑到上海去了 現在可能這幫人又要害怕了 結果黑死病也要來了 他跑到上海去以後 他去錦江飯店 錦江飯店播出來給他用 就是這些人可以支配的一些財產 可以使用 無償使用 冠冕堂皇的使用 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看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共退休 尤其是離休的官員 他們佔有這些社會資源 這些是老百姓真正需要 或者說他們由於他們的職位帶來的特權 所擁有的這些有型和無型的資產 這些是多少錢 你說他們那些別墅 他們那些衛兵 護士 廚師 對吧 他們到在各地那個旅行的權利 特權 這些應該要遮算成人民幣呢 這個才能那個 我們才能老百姓才能真正幸福 要不然的話你只是公布這個 剛才12年當時就推出了這個東西的話 那根本沒任何意義 就是說這不是 那當時還是十八大之前嘛 十八大之前 是啊 因為十八大的時候 十八大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人在呼籲 那時候他們甚至就開始就是說已經開始準備了 我想這個 除了這個數據呢 也不是空缺來風 那現在問題 中共如果公布出來了 真正公布這個財產的話呢 我想這個 他為什麼不敢 不敢這樣做 或者很熟悉這樣做 就是說公布了以後呢 下一步怎麼辦 所以說 比如說他自己的子女的財產怎麼辦 對吧 還有一個 如果下面再涉及到 我想這個各級的地方的政府 下面的政府可能越往下攤得越厲害 為什麼呢 就是說最高層越往上呢 它可以說我只有一兩套房子 兩三套房子 有幾百萬存款 但是它可以動用的 可以享受的資源呢 可能不是上億 上百億 上千億都有 有可能 但是越往下一點的官僚呢 它可能沒有那麼大的那種特權性的資產 那它一定要靠現金來維持 那我們現在每一個貪官 它這個動輒 就是說它的私人存款 它一旦被查獲以後 它那個私人存款 私人家都在家裡啊 都在家裡 地下室裡面 那現金動輒上千萬 上億 十幾億 這個數字呢 才是真正驚人 我想這個中國老百姓呢 沒有任何愚蠢到相信 就是說越往上的人越清廉 越往下越腐敗 這只是 腐敗一定是上下的都有 但是呢 腐敗的形式呢 是不一樣的 就像以前那種 以前的晉朝那個王國王 王國君好像是說 他認為老百姓在天下大這個飢餓 對吧 他問他們為什麼不吃肉麵 對吧 他為什麼何不吃肉麵 那個故事啊 所以對上層來說呢 他們可能不需要擁有幾十套房產 他到哪都可以有這種高級的賓館 別墅可以用 對不對 他也不需要那麼多現金 他隨便可以動用的 不管是健康保險 醫療 到那些健康食品 你比方中共的特供 這個特供到底值多少錢 因為在中國這麼多的一些危險的腐敗 或者是這種有害的產品 食品的時候 這個能夠維持一個完全是沒有農藥 沒有蟲害 沒有就是說有機的食物 長年的供應 並且退休以後 離休以後 繼續供應 這個值多少錢 這些都要計算在內 所以這個一般 打開了這個頭的話呢 那下面就是無窮無盡了 所以我想這是中共真正害怕 就是說空時的問題 你看我們鄭遠夫這個文章 他是22號的這篇在縱攬中國這篇文章 他提了個建議 他說科技以上官員在規定日期申報財產和受惠情況 並建議請七常委帶頭公示財產 當然我們剛才謝教授也說到了 即使他們公布的財產 這可信度幾乎是零 但是我們另外一個角度想 就是一旦這個公示財產這個制度形成了一套制度 或者形成一個規範 一個慣例 或者一套甚至是法律 那麼它畢竟打開了一個窗口 或者說是點燃了某種希望 就是說至少讓這個社會 輿情 甚至是媒體能夠發揮媒體的這種相關的一些監督作用 那麼而且現在這種媒體不光是你官辦媒體 自媒體 社交媒體 可以說你是想完全的把它封死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就是說如果說你能開這麼一個口子 或者說形成這麼一個一套法規制度等等 或者是法律 那麼這才能夠讓人真正的感覺到這種反腐才有了一個比較扎實的一個基礎 那麼曉冬 你怎麼看 曉冬 我想補充兩點 第一點就是剛才談到這個政治局常委們的財產 為什麼不能公開 這個有兩點需要值得注意的 或者說我們去分析的時候 從這兩點出發 第一點就是在軍隊和在這個地方 還有說就是在軍隊和在這個國務院 中共中央這樣不同背景的常委 那應該是情況不一樣的 那麼當然了軍隊的這個像郭伯雄 徐才厚他們沒有進過常委 那麼實際上呢 政治局委員以上這些官員當中也分兩類 或者說三類吧 一類是個別人 據說原來的衛健行 原來的老常委當中衛健行是比較乾淨一點的 他不讓他家裡人經商 阻止他兒子女經商 因此他們家人沒有撈什麼錢 而其他的黨政部門的人 這些老常委們 很少有家裡子女乾乾淨淨 所以不見得是老常委 我剛才講的第一點就是有個別人 算是比較乾淨一點 那麼還有就是在最高層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常委當中 有一部分人子女不再從事經濟活動 因此呢他們撈的錢沒有辦法轉移到海外去 不能轉移海外 那就像郭伯雄徐才厚一樣 就只能堆在家裡了 或者堆在辦公室裡 這個就很笨 以前我們知道這個好像是郭伯雄吧 他的一個子女兒還是什麼人 就曾經想往香港轉錢 等到郭伯雄已經危險了 他才想起來說能不能把錢往香港轉一轉 就說明什麼 說明他們缺乏這方面的管道 畢竟軍人和商業部門平常沒有太多的聯繫 也沒有那麼多的國際關係 海外關係 所以他們這方面沒有門道 因此就用最笨的辦法 那麼第三點就是我要講的 還有相當一部分老常委 他們的財產不在個人名下 屬而在兒女名下 或者說是老常委出面去打招呼 然後讓兒女收錢 兒女發財 這種情況是非常普遍的 那麼這些兒女們的錢呢 現在多半在海外 剛才這個前面謝林教授介紹了 就是2012年的時候 中紀委曾經想過說要財產公開 但是沒有執行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後來形勢發生變化 變在哪呢 就是海外陸續出來一系列的這個海外的調查機構公佈的 這個中共高層官員的境外的金融資產 像巴拿馬報告啊 新加坡報告啊等等 這些報告一出來可就把門關死了 為什麼呢 就是這些報告裡面都是真名實性 我們注意到這個中共喉舌 還有中宣部 還有這個像國務院 但是沒有任何人在新聞發布會或者是任何場合就這個話題做任何回應 就是用默認的形式承認了 說是他們我們不能說什麼任何字 對啊 沒法回啊 沒法回 沒法回呢 實際上我覺得它實際上點出了中共的一個難題 就這些報告實際上已經公開了 對 是 又不是政治局常委們財產不能說不能公開 出口轉內箱 對 出口轉內箱 在海外已經開了 那麼會翻牆的呢 可能也都翻牆看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不是為何不能公開的問題 而是政治局的老常委的海外財產能不能認賬 這在任賬這個問題上 他們現在處於兩難 他如果讓常委們公布一小部分財產說 我們是在海外有一點 有個千百萬美元 那來路呢 當然不是工資 如果這樣的話呢 那你比不承認還早 原因是 你就和調查報告的數字對不上 那差太遠了 調查報告裡的數 可能很多的老常委們的子女名下的財產 還有親戚名下的財產 都是幾千萬上億美元的 那麼如果是不認 而是內部調查 這又遇到個棘手問題 就是中紀委上還是不上 如果不上 說中紀委不用參加調查 這事兒就 他們自個討論討論 就算完了 那等於就證明了反腐是兒戲 那麼中低層的貪官就會說了 那反腐是選擇性反腐啊 你看真老虎都放回鈴子去了 那如果說中紀委要上 對老常委們認真辦案 那中共更麻煩 那就前幾屆老常委可能基本上一鍋端 一網打擊 那這樣的話 中共的政治正確呢 就像那個包不住火的紙 一下子就化為烏有了 所以我想現在對當局來講 這個政治局常委們的財產公開 這個話題已經結束了 就是現在我覺得看一下中共的基本的做法是說 公布財產是官場內部公布 不對開 不對民眾公布 讓你們查不了也不知道 叫做下對上公開 就下級要向上級匯報財產 但是上對下公開 那麼大家都知道政治局常委是上的最高一級 連省級的這個官員都不對市級的官員公開財產 市級的也不對縣級的公開 那人家中央常委們 我們老常委們自然不用對下面各級官員公開 所以最後這個財產公開就變成了黨內升官這個挑選幹部的一個工具 這個單項的 不是雙項的 對 單項公開 但是至於鄭也夫的呼籲呢 我覺得這個說法呢 其實老百姓是呼籲了很多年了 要仔細想想呢 其實也不呼籲也罷 那不過就是這個說一下而已 因為我剛才談了 你要真讓他們把老常委一國端了 你能想像從江澤民到溫家寶全都在牢裡待著嗎 這中共也就 就端掉了嘛 所以就自然而然就淡出那個 就等於自個兒把這個那個掛繩往伯藏套 我相信他們不幹的事 你甭指望這個 是 所以說這個指望這個的確 我覺得是現在呢 但是就說沒有這個呢 哪怕是裝點門面的 有這麼一點也比沒有好 他現在的裝點門面就是我不說話 打死不說話 隨便你們怎麼 如果再來一個巴拿馬報告第二 他還是打死不說話 封網 不許你們說 不許你們看 你要趕在微信裡談巴拿馬報告 可能馬上就喝茶了 再不然封號 是 所以說這個完全沒有這個公義可言 沒有公平可言 更沒有這種廉恥可言 我覺得現在這種他已經 共產黨本來就沒有公平了 所以就說完全是一個 是台上一套 台下這個不敢示人的這種醜陋的面目 現在這種可能也是因為目前這種很壓抑的這樣的一種環境當中 可能導致這個我們這個鄭野夫教授實在是憋不住了 憋不住 太難忍了 乾脆就是出來再喊兩嗓子 你要再舉個例子 老毛以前都到現在國內還有人說老毛清明 其實只要舉一個例子就行了 老毛死了以後有上億元的版稅 那到哪來的 毛主語錄 毛總選集 那裡面且不說很多文章是他秘書寫的 陳伯達 胡椒木寫的 就算都算是老毛一個人寫的 那毛主語錄發行的時候 是老百姓資源買的嗎 那都是單位發的 還有就是強迫購買 你不買 你手頭不買 文革的時候你手裡不舉著毛主語錄 你日子就沒法過了 就成反革命了 對 所以這是用政權的權力從老百姓兜裡拿錢 拿完了以後落老毛私人名下了 是 關鍵一點 還有一點 老毛不是貪污是什麼 對 老毛拿稿費的時候 他拿稿費的時候呢 中國老百姓 那時候中國還沒有稿費呢 其他人寫書 書本書說還沒有稿費 那時候老毛反而有稿費 這不是特性的 發日剛比 所謂稿費 那是中共中央文件規定的 全國上下都得購買毛主語錄 毛澤東選集 都得購買毛主語錄 那往而是很多情況是公款購買 公款購買 公款購買的老毛 那不是公然貪污公款嗎 所以這上億元稿費 基本上就是貪污公款 所以這個最清廉的毛澤東 其實我們不談他的行管 他的特權 他有專門給他做煙的 專門給他做瓷器的 甚至專門給他補衣服的 這些開銷 他都不花多少錢的 那個我記得汪東信有一句話 說老毛的財務賬是個最大的政治 就是說不能把實際開銷數字原封不動的寫下來 那麼就是這樣一個被吹噓為清廉的毛澤東尚且如此的腐敗 那你想現在呢 我們就拿巴拿馬報告來說就大家都知道 這就可以了 也就可以了 也就能看出這個 再一個就是剛才謝田教授所說的這個上級官員和下級官員的這種貪污 或者這種腐敗的這種形式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下級官員可能更 因為上級官員上層他有很多的這種特權 他有更多的是 他有各種管道 方講這些老常委門的兒女們都在海外有資產 至少他們現在有不少人的子女 現在都不一定在大陸 以兵這個曾慶紅的兒子到現在也還在澳大利亞 對 包括這個李鵬不是那個兒子也在什麼新加坡嗎 對 其實人在哪兒 同時還有大筆的錢財也藏在哪兒 所以說這個話 後面還有 可能是美國政府可能知道的更多 對 我正想說這個就是現在下面其實公開財產 以後會變成說政治局常委財產的公開查證 為什麼呢 這個2022年開始這個離岸金融中心的大部分金融機構 銀行投資機構將開始陸續對世界公開 在他們那裡投資人的受益人的資料名單 那個這個名單一公布 那就你比方講這個曾慶紅兒子的財產 或者是溫家寶兒子的財產 在離岸金融中心哪個小島上 哪家金融機構以什麼名義受益人最後是比方講誰誰 是某某常委的兒子 那麼你只要耐心去查證一下 因為它是對公眾公開 所以離岸金融中心原來是他們藏錢的地方 還有瑞士 現在也都宣布要公開了 所以很快就是錢藏不住了 那時候不需要公開了 你查證就行了 就上網去點擊那些這個離岸金融中心銀行 他們對外公開的信息庫 你的耐心去讀就行了 把那些的拼音和人對上 歲數拼音一對 你就大體上都知道了 所以這個財產已經公開了 只是認不認帳的 對 認不認帳 讓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麼這就是 這也是為什麼不能民主化呀 是啊 所以如果這把柄都算在別人手裡 你說這個它只能是死吧 依民主化不就都要算帳嗎 他不認帳的原因是怕算帳 那就是裝聾作啞 第一個是最主要它不是裝聾作啞 最主要是死死抓著權力不放 所以說這個話題雖然說是個老話題 但是這個話題一旦一展開一講 好多事好像就理清了 它這個前因後果 它的因果關係 上下這個邏輯線 這我們就看得很清楚 這樣一來我們就知道為什麼現在這個抓權抓得這麼厲害 為什麼鬥得這麼你死我活 為什麼搞得這麼勾心鬥角 弄得這個整個社會都是敢怒不敢言 萬麻其音的這種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都始於就是自己的那些利益使然 讓他們就說不得不要或者說沒有別的選擇 只能是硬著頭皮硬撐下去 那麼這個硬撐靠的就是手中得有拳 得有這個槍桿子刀把子等等 那麼這些這才能讓自己能夠睡個安穩覺 他們經常不是有過去經常有人說這個 這個總算是能睡個安穩覺了嗎 那麼現在這個睡個安穩覺就只能靠這些了 這個話題我們今天第二個話題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就聊到這 那麼接下來稍後回來繼續今天大新聞 明鏡新聞台全新打造六度頭條 世界大事新聞全包近在六度頭條 歡迎回來繼續收看明鏡電視今天大新聞 現在時間是中國的時間 2019年12月24號了 我們接下來今天要跟大家第三個話題 就是有關中美之間的這種對抗 那麼這種對抗由於現在的這個貿易協議 第一間的貿易協議達成的這種共識 應該說按下了這個暫停鍵 同時川普又給習近平打了電話 那麼二位呢聊的應該說話題還不少 那麼這個習近平主席呢也是對川普總統呢 是很有很多的怨言 我們看到的這已經是這種抗議啊 這種怨言已經是應該說按捺不住了 主要是說到了這個設台啊設港啊設江設藏的這些問題 說你不給我面子 你把這事弄得這麼絕 四處給我點火 那麼現在呢 讓我們就感覺到現在雖然這個第一間的貿易協議 實際上感覺雙方也都高興不起來 中共方面也覺得誰都覺得自己虧了啊吃虧了 那麼這個習近平和川普在明年會有哪些啊挑戰 或者說呢兩兩國之間的這種關係 又會面臨一種什麼樣的挑戰 想先請呢 對話題先請呢 小農博士做一番解讀 我覺得美中對抗啊 現在在經貿談判和這個軍事層面的 雙方一直在較勁 但是我覺得他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展到更加嚴重的程度 呃今後也不見得會加速的全面對抗 嗯 就不會朝那個方向過渡 呃至於說習近平和川普各有所憂 呃我其實覺得未必如此 就習近平有憂是真有憂愁是真的 川普其實沒有什麼真的憂愁 他只是憤怒 所以我想在這裡啊 我只談習近平的憂愁 對川普有沒有憂愁呢 我們第四個話題會涉及到 我現在對 對 嗯 這個12月20號上午呢 川普和習近平通了個電話 我看川普在推特上表示說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我們共同關心的龐大的貿易協定 進行很好的對話 中國大規模開始購買農產品 還談到了香港朝鮮的問題等等 那麼這個中共官媒說呢 是川普表示 美中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對美中還有世界都是好事 美中兩國市場和世界都對此 做出十分積極的反應 美方願意和中國繼續保持密切溝通 爭取盡快簽署並予以落實 還有的就中共官媒說 川普表示我期待有機會通過各種方式 與你就是習近平保持經常性溝通 我相信我們兩國能夠妥善處理分歧問題 美中兩國能保持順利發展 從這個話來看 至少川普並沒有真打算用對抗的姿態 繼續的把這個對抗升級到一個更嚴重爆發的程度 那麼當然另一方面就是中方不高興 習近平的憂愁是很多的 這個剛才 說得長 這回說得長 對 主持人也說了 就是習近平這個官媒說呢 說習近平對美國通過的香港新疆法案等等表示不滿 然後呢這個就習近平在澳門講話的時候 針對美國有一段話 就其實就一句 但官媒的說法是說習近平放了狠話 這個狠話是什麼呢 就是說要防止兩國關係這個和重要議程不受到干擾 這指的就是說這個剛才講的這些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 他認為是讓這個所謂的重要關係 重要議程指的就是第一階段的雙方經貿談判的第一階段協議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們干擾我們的第一階段協議 咱們就不簽了 這當然是一種威脅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這事情不見得就是威脅就管用的 這裡面有個道理上的問題 另外呢就官媒說這個高調的官媒在表示說 這是習近平向川普開出的價碼 算不算價碼 夠不夠價碼的 其實我覺得夠不上 為什麼呢 這個簡單來說呀 我覺得就實際上當時習近平講了這些以後 就是在電話裡講了一段 在澳門又講了一句話 但是川普沒有做回應 沒把他的話當回事 我覺得其實川普也沒必要回應 因為習近平這個叫做罵菩薩認錯了妙 為什麼呢 川普不是國會的領袖 那法案不是川普提議 是國會通過的 國會議員提議 美國不是中國的全黨服從中央定於一尊的制度 他也不是那樣領導人呢 美國是三權分立的 所以如果對法案不滿 中共要抗議啊 正確的是找波羅西抗議 找民主黨那個黨部 這個眾議院議長 要不然找拜登幫忙 那是民主黨和多數的眾議院通過的法案 中共和民主黨應該說還有這溝通渠道 關係還不錯 但是我想恰恰就是你講的這溝通渠道 本身就讓他沒法找 為什麼呢 他不方便和民主黨公開的槓 如果槓上了怎麼辦呢 因為畢竟現在只有拜登還在說中共是朋友啊 這是唯一的一個他指望得上的美國政治人物 所以中共現在這條線捨不得扔的更不敢得罪 他還指望這個腐敗的拜登將來有機會上台 拉他一把 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他不光是罵這個罵菩薩認錯了妙 他是故意找一個錯妙來罵 那麼這個法案是國會的 他對國會一個字不敢說 跑來找著川普發牢騷 所以這個牢騷夠不上架碼的資格 不是一種效的架碼 另外呢就是在經貿談判這個桌上 這個架碼也不管用 因為打政治牌是中國這一年半以來一直在用的這個經貿 中美美中經貿談判這個所用的基本策略 就是他一直在玩政治牌 所以關鍵是中共自己打算怎麼辦 他如果是想在中美經貿關係上挺下去 如果真像川普就像川普講過那樣 說大不了明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再說 如果中共真的對這個不在乎 那麼這個協議大可不簽 不簽拉倒 用北京人話說就日子不過了 愛誰誰 但北京好像還真在乎這兩國經貿關係 因為再打下去呢 中共手裡沒什麼牌了 而美國手裡牌還多了呢 除了關稅牌以外 還有其他更要命的大牌 比方金融禁令等等 如果真是中共日子不過了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日子到頭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北京的目標不是日子不過了 槍下相反 他想盡量把日子混下去 所以呢 炸火歸炸火 經貿方便炸 該怎麼辦 還得和美國好好商量著辦 沒錯 好 謝謝小農 接下來請 謝教授 謝天教授您發表自己的觀點 我認為明年那個中美對抗一定會升級 而且可能會甚至劇烈的突然的升級 所以因為很可能導致 原因就在你看到實際上整個2019年 我們看到中美在對抗的不光是經貿關係上 剛才小農提到很多經貿關係上的對抗貿易戰的問題 實際上這個對抗已經早已經從進出口貿易逆差和貿易問題轉成一個經濟地戰 然後再問一下 這個問題它們應該都在沒有亮 來看 還有這些智慧的機會 入口負叔 可以接受這個問題 對抗貿易戰的情況 所以在中國的街上 還是在香港的世界上 可以在香港的經濟 包括在人權的領域 我們知道剛剛通過 川普也簽署了香港的人權法案 維吾爾族的人權法案 再加上中共在伊朗問題 敘利亞問題 其他問題上這些問題 你看美國實際上已經在 我們知道他在跟中共打貿易戰的同時 他已經在把中共的後路都給截斷了 中共本來希望如果跟美國進不去 進不去美國市場的話 我可以從墨西哥進去 或從加拿大進去 迂迴進去 這個美加末貿易協定現在已經達成了 美國國務衆議院已經同意了 甚至在眾議院在強烈反對川普的同時 他卻給了川普這樣一個支持 通過這個美加末協議 實際上把中共從包抄美國 後院包抄美國這個渠道路也給斬斷了 下一步你看在英國 在歐洲的話 英國現在脫歐 現在基本上已經定局 就是說這個協議已經被英國的議員一回通過 下一步美國和英國的我想的貿易協定 應該很容易去達成 下一步就是跟歐洲的協定和日本 日本的協定也基本上達成 日韓的協定單 甚至有很多一百多個美國議員要求 美國跟臺灣達成這種自貿協定 所以實際上對中共經濟上的核維 是全方位的 全球性的 並且在軍事上 我們也知道 在南海的問題上 美國的亞太戰略的問題上 實際上是從政治經濟 軍事 高科技 甚至到空間戰 所有的方位都在對抗 所以這個明年的對抗 今年已經把這個舞臺 戲臺基本上搭好了 我想明年那個對抗肯定會升級 並且很可能最後的決戰 會導致這個中共徹底的崩潰 你剛才提到這個第一階段的經貿協定的簽署 我都不認為這個能不能最終順利的簽署 現在都可能是個問題 因為首先這兩國的元首對他都不太看好 這兩個人 習近平 他們都沒答 他現在這個通話之前感覺好像應該基本上是板上頂頂的 現在兩個人通話之後 反而讓人覺得現在氣氛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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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活大 你記得以前是說他們要元首簽署嗎 對不對 他們從現在阿根廷的大阪會見以後 希望現在他們根本連這元首 他這個如果是個好的協議 可以明治生死的話 他一定都會去簽人 他現在不願意簽 他就推給這個可能給劉鶴或者萊特海澤來簽 甚至可能在更定低級的官員來簽 就誰都不願意簽上這個 我聽說現在好像劉鶴甚至要退休了 他也不願意簽署馬關條約的惡名 對不對 實際上弄成一個協議 如果大家都不願意簽 這個就很成問題了 所以下一步 因為對抗繼續升級 會不會導致這個協議也有辯護呢 我就覺得這個是完全有可能的 還有最近剛才那個小黃銘提到香港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 現在北韓的問題就出來了 北韓的問題就出來了 北韓當然我們知道金正恩他現在每年過冬的時候 北韓都會出問題 每年過冬的時候對北韓的經濟來說 老百姓的生活 糧食都取暖的那些用油用煤 北韓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那現在國際制裁還在繼續 那他現在認為他在核武器問題上 他已經跟川普談了那麼久 這制裁還沒有放鬆 經濟很困難的時候 他現在又要導彈了 又要什麼實驗 造成導彈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讓他就是說 但是美國興奮認識到 在北韓的後面 又是中共在撐腰 所以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又加劇了中共 中美之間的完全沒有信任 還有一點我們別忘了 就是最近川普剛剛簽署的美國2020年的國防授權法 那裡面提到中國就有200多次 比起跟臺美安全合作的條款 讓中共反應的非常激烈 因為涉及到很多那些雙方軍事上合作 包括F-16戰機 在臺灣維修 還有什麼 甚至中共也愚蠢到 不讓美國航母在香港繼續停靠 加補給 對 艦隊補給 那你這不是把美國美軍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給逼到基隆或者高雄去了嗎? 所以這些呢 就是你看到這一步一步的 中共自己也在給自己挖坑 讓它就是陷入這種被動 所以現在這種 我覺得國防授權法 就讓中共的反應更激烈的原因在於 它涉及到 讓美國和臺灣的關係 甚至上中共感覺到 它可能更加的失去了臺灣 它是在香港的 本來在香港 這件事情上 已經讓這一國兩制徹底的破滅 那現在香港 在臺灣呢 讓臺灣人們意識到這一國兩制的接受 完全沒有可能的話 那可能就會讓中共更加絕望 而這個時候呢 中共內部喊出來 有人要說加速什麼統一臺灣 而美國這時候又在加速著 武裝臺灣 所以這個對抗呢 我想是一定會繼續加劇 所以呢 明年呢 明年應該是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決勝 我認為是個決戰的那個一年年度 那現在那個 本來中共還以為 或者是金正恩認為就是川普因為受到彈劾 可能那個力量受到削弱 但我剛才那個 我同意小小龍的看法 川普也沒什麼憂慮的 他本來就不太憂慮 你現在看來這個彈劾 待會我們會談到彈劾的問題 他已經不足以對他構成任何這個值得憂慮的威脅的事情 那他也會騰出手來全面的對抗 好 謝謝小龍博士 謝天教授對這個話題的分析和點評 同時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觀眾在收看節目的時候 對這些話題也發表你們各自的這個觀點 好 我們時間關係這個話題就到這兒 我們稍後回來我們聊聊這個川普有沒有所憂 稍後回來繼續今天大新聞 歡迎回來繼續收看明鏡電視今天大新聞 我們今天的第四個題目就是川普 現在剛剛是在周五的時候 12月19號美國福音派教會的一個雜誌刊物 或者說是一個這個權威刊物 叫做今日基督徒 那麼這個刊物我的網站 Christian Today 簡稱是CT 那麼發表了一篇這個習文 討川的這個習文 這讓人大吃一驚 的確呢 如果可能不在教會的人呢 可能不是很清楚這個事 實際上這個教會裡面對 雖然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2016選舉的時候的確這個福音派 因為福音派教會呢 是這個美國應該說新教的教會當中 最主流的一個教會一個分支 那麼他這個70%的這個福音派基督徒呢 應該說都是往以往都是支持共和黨的 而是在上一次呢 這個川普的支持當中 有25% 居然有1%之多呢 就是這個福音派的這個基督徒 那麼但是恰恰是這個福音派的教會呢 現在對川普呢 發出了這個警告 那而且呢 已經是社論寫得非常清楚 這個川普應該辭職 那麼原因呢 因為洋洋灑灑寫了很多 當然他從政治角度說的並不多 主要是從川普的這個個人這個德行 從他的這種道德的水準等等 那麼這些方面呢 來進行了一番這個討伐 這篇西文呢 應該說是應該是引起關注的 至少是要引起相當關注的這麼一篇社論 因為這是一個風向標 如果說我們可以想像到一個四分之一的一個群體消失了 支持群體消失了 或者說大打折扣 那麼對於川普來說 他即使再有這種他的長項 比如說經濟的表現很亮麗 那麼只要是民主黨不出怪 那麼但是呢 如果說這是重要的一支力量 一條腿斷了 那麼這對他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輕視的一個問題 至少是 目前是這麼說吧 那麼再一個我們來看看 就是佩洛西現在拖延送審到這個參議院 有關這個彈劾案的問題 這他背後有什麼樣的一種考量 我們有關這個話題呢 當然對我來說 第一個前半部分我認為呢 這個教會幾乎已經是把它拋棄了 因為這是已經說得非常明白 而且各個我們這個地方這個教會裡面呢 這個牧師啊等等 都已經發出相關這種信函 表示這種配合和這種呼應 那麼這也就是這種號召這種力量是 應該說教會力量是相當大的 那麼這也是川普呢 可能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個結果 那麼這是一個情況的介紹 那麼接下來呢 請謝田教授先發表自己的觀點 如果這個福音教會的那個教會會有教友啊 這些基督徒真正拋棄川普的話呢 那確實川普那個連任的話呢 可能會有問題 但是呢 對不起那個安華 我可能不同意你的看法 好 沒問題 我不認為這個福音教會呢 教派內部呢 現在出現了真正的那個 真正的轉變 因為呢 你如果看這個福音教會這些 為什麼當年 他們2016年的時候為什麼支持川普 就是因為川普這種回歸傳統 回歸保守主義這些做法 畢竟他從當選以後到現在呢 在反對歐巴馬那些很多左派的極端的措施 你比方說那個在校園的祈禱 什麼不能夠叫政治正確 不能夠用這種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這些詞語 對吧 甚至在那個耶路撒冷的問題 美國大使館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的問題 支持以色列的問題上 所以這一切呢 實際上都是這個福音教派的人士呢 但是呢 基督教人士呢 保守的基督教人士呢 希望看到川普做到了 而川普也做到了 所以換句話說 當年2016年開始以來 那個福音教派的人士 教會人士 對川普的支持 應該是因為川普過去這三年的那個 舉動 他的施政 有所加強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他任何川普方面 有任何就是背禮他原來這個 就是說 維護基督教這個傳統的這些保守主義的這些作品 而是恰恰相反 所以我認為這個Christian Today的這個雜誌 這個書論呢 我認為是一個藝術 可能是某些各種人的 不不是 當然我們是基督教的 我們可能不一定要說 但是這個教會呢 它原來的創始人是那個Billy Graham 對吧 是那個葛培理 葛培理呢 他實際上當年就是支持川普的 他在生前的時候 他就是支持川普的 他的兒子支持 他的兒子支持 他沒有 他說他父親也是的 他父親也是的 他說到底呀 比如他這個Franklin Graham 就是葛培理的兒子 他也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他並且認為呢 很感覺非常那個 這個 他說的好像他感到非常的悲傷 認為這些川普教會中有一部分人 實際上偏禮了原來 他的老父親和佩里 他們原來那些理念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是認為真正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整個基督教福音派這些教會 整個這些受眾 這些教眾呢 他們不但沒有認為就是川普的那些行為的作為呢 偏禮他 而是更加支持他 因為這個 這個時機出來的時候正好是彈劾這個事情嘛 對吧 那你在這個彈劾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在彈劾這個案 宣佈那一天 川普當天的籌款就達到500萬美元 因為這個很多都是小額的 民眾的個人的私人的捐款 這些民眾裡面呢 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 都是那種福音派教會的人士 因為我想這個 這些教會人士應該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川普所作所為 這麼多這三年來所作所為 一個是按照他原來的競選的承諾在一步步兌現 並且他為這個教會 為這個維護基督教的傳統 維護這個保守主義呢 做了大的事情 他這並且不會這個削弱他們的支持 我想他的支持一定會那個繼續增強 這是第一 不會被拋棄 跟你的看法不太一樣啊 第二 至於說這個 我們談到那個佩洛西在這個拖延這個 宋參議院這個彈劾案這個事情啊 我覺得這有兩個人說的說得很好 一個是尼特尼瑞士 前議長了 從我們喬治安過去的一個前議長 他認為呢 佩洛西現在就是在拖延時間 來似乎藉此時間的藉機呢 能拖延一點時間 能找出一些新的證據 對 而這個麥康諾也說得很清楚 他說你就乾脆就 quit the charade 就是你不要再裝模作樣 實際上就是這樣 他現在 麥康諾已經明確的告訴這個民主黨人 你們做這個彈劾案呢 這個真是一個刺品 是一個不入流的一個非常低劣的一個作品 因為你沒有足夠的證據 也沒有足夠的理由 就是因為這個政治驅動的原因呢 曹曹率率輕率的 在12個星期之內就把這個拋出來了 因為以前美國兩次那個總統彈劾案 包括對克林頓的彈劾案 那都是經過一年幾年三年四年的那個調查 調查證據以後呢 確認了確實有犯罪的證據 像克林頓我們都說 他對他就感到不屑 甚至他在白宮啊 跟那個什麼白宮的那些英特爾 有這種性關係 但這性關係本身都不是這個彈劾的理由 而是他對這個大彈劍團撒謊 就是做偽證才是這個彈劾的理由 那就是說這些都是在兩黨調查的清清楚楚的以後 美國社會兩黨都公認這個總統確實有罪的時候 他才會做出來的 現在呢他12個星期 他就在完全是一黨 你看在這個投票上就看出來 沒有任何共和黨的議員加以認同 反而還有民主黨的議員呢 表示反對 現在在參議院看來也有民主黨的那個參議員呢 都準備反水 就是票 就是他沒有兩黨的共識 就是說對這個犯罪的所謂的犯罪呢 根本就沒有共識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看起來就是完全是 這個民主黨人把這個彈劾作為一個黨爭的工具 就政治鬥爭的工具 就是為了權力而來 那這個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 從2016年選舉之後 2017年川普剛上任 那個時候那個民主黨的議員呢 就開始說他要最少彈劾 他不彈劾的話呢 他要連任了 現在看來那個美國經濟這麼好 他的連任的可能性 現在就是幾乎可以說是板上釘釘的 那他現在如果不彈劾的話呢 他們就沒有任何沒有機會了 這是這個民主黨人最感到沮喪的問題 你看到這個民主黨人 包括那個 我現在想不寫的那個名字叫 就是他在去彈劾去投票的時候 那個女議員 就是說好像是個穆斯林的女議員 興高采烈的 說的一邊高高興競爭 像節日慶祝一樣跑去說去參加投票 你如果這個總統犯的話呢 這對美國政治 美國國家來說 是一個非常值得悲哀的事情 一個總統犯罪 你去彈劾 你應該要非常沉重的心情去做 而他不是 他是少彩烈的跑去投票 他完全是作為一種政治的報復 所以這個是肯定說 對川普來說 現在看來他們不敢送過去 不敢送到參議院 是因為害怕參議院可能 剛剛你拿去當場一下就給拒絕掉 也可能他繼續 即使進行走入彈劾的過程的話呢 參議院可能會傳呼 比如說拜登的兒子啊 或其他人去 讓民主黨的這些不好的願望 不好的寂寞呢 更加暴露在光天化而之下 所以川普實際上是希望把這個彈劾過程的審判呢 他會把這個彈劾過程 盡量的來曝光這些民主黨的一些背後的髒的東西 而麥康諾呢 是不希望他的參議院呢 變成一個這樣一個骯髒的地方 所以他希望乾脆就進來就一下子殺掉 當然這是他們兩個之間的觀點的競爭 但實際上 實際上呢 川普呢 不認為這是對他一個威脅 他從來也沒有擔心這個問題 看來小農也提到 他也沒有擔心這個問題 這看來呢 也越來越不能成為一個問題 現在連這個凡赫進一步往前推進呢 都成為了問題 嗯 好 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再請小農博士呢 發表自己的看法 小農 我和謝田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說這個 光是福音教會報紙的一篇文章就判斷說 川普被福音教會拋棄呢 這個說法有點耸人聽聞了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一個對基督教教會和他們的組織結構的理解問題 基督教會和基督教它不像天主教 它沒有上級 天主教徒是服從羅馬教廷和羅馬教廷任命的主教 然後呢 這個教徒是服從各個教區的神父 而基督教徒精神上是相對獨立的 他們和牧師之間不是上下級關係 不是服從牧師 他們和牧師之間是一種教友關係 因此並不存在一個可以對所有福音教會下令 用大家必須執行的這樣一個組織結構 那基督教會不是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系統 它是一種完全平面的平行的機構 那麼這種情況下 基督教徒他們不會受到本教派的 某張報紙觀點的指揮 同時教會的報紙只不過是主編的個人看法 也不是教會的喉舌 基督教會沒有喉舌 他們只有上帝的聲音 Bible就是那個聖經是他們唯一的要聽的聲音 那麼剛才這個主持人也談到了這個福音教派的基督徒 大部分支持川普 那麼我看到最新的數據呢 是他們大概佔美國選民的四分之一 剛才你這個主持人提到說2016年選舉的時候 福音教派當中80%人把票投給川普 你說的70% 那麼我查到了現在維基百科上是80% 但是其實是一貫的 2016年是80% 那麼我想就從這個80%裡面 這個進一步分析下 那說明什麼問題呢? 還有20% 這些人投了誰? 福音教派有20% 2016年選舉的時候投給希拉里去了 那麼這個數據也說明什麼呢? 就福音教派並沒有統一的規定說 本教派這個基督徒必須投給誰? 因為這肯定不會 但是實際上 它有一個號召作用 我想說的是在報紙也沒有號召 因為我知道的 請你聽我說完好不好?不要插我的話 這個福音派基督徒裡面有人支持民主黨 包括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這個報紙的主編 這個報紙是個雜誌 我所做的 叫《今日基督教》 是個福音派的這個《基督教》雜誌 1956年創辦 總部在伊利諾伊 就是芝加哥所在那個州 剛才你說它有多大影響 這個報發行量一共15萬 讀者人數35萬 占全美國福音教基督徒的人數是多大比例呢? 可能百分之幾 百分之五百分 也就是說這個報紙其實沒有多少人看 包括他們自己福音教的基督徒 大部分人是不看這個報的 不是他的讀者 換句話講他不喜歡這篇報 所以川普看到這個報紙登了這篇文章以後 批評這個雜誌說它是個極左的出版物 而且下面我還引用的是引號裡的話 是川普的原話說他一直業績慘淡 他與葛佩里家族多年沒有關係 聯絡 我覺得川普講的這個一直業績慘淡 可能和這個雜誌的主編編輯們 自己是左派 是民主黨有很大的關係 那就是說正因為他們自己是左派 他們的很多理念是民主黨的左派理念 因此他們就和基督徒 雖然他們也是福音教基督徒 但他和福音派的基督徒的80%以上 90%的基督徒是背道而馳 所以他不但沒有號召力 他相反會導致這個福音派基督徒當中的大多數 更加不理會這家報紙 使他更加慘淡 我剛才提到發行量才15萬分 讀者35萬 這個每一份報紙雜誌發行兩個人看 那麼同時就是剛才講這個報紙的創辦人葛佩里 他的兒子叫做Franklin Franklin經期五在推特上說了 他說他的父親生前支持川普 如果父親在世會對這篇社論感到失望 他無法替他的父親發言 而且我上一屆我也是支持川普 但是這一屆我就覺得我很難再支持他 因為我覺得他的確是 而且我們因為我說的這個呢 的確就是我們這個教會的內部就已經是不同的 你是他們這個教派的嗎 是啊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這個報紙 這個雜誌的發行量 這個數字是維基百科上的 你覺得有什麼這個需要更正的地方嗎 就是是不是發行量15萬分35萬名讀者 這是維基百科的數據 你覺得需要更正 這個很難說 因為你說誰正而八明把這種physical的這種雜誌拿回家的 估計可能也真可能就是30多萬 但是這個內容相關內容包括網站的內容 實際上都在這個私底下包括 因為很多呢他沒有一個號召力的時候 就是沒有號召的時候呢 大家就是說都是在私底下在這種討論 如果一旦發出這麼一篇文章呢 包括這個教會的牧師啊 他也都紛紛說話了現在 就是說我們也都忍了很久了 現在呢終於有這麼一篇文章呢 我們現在我也願意談幾句 都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說呢 但是我不覺得牧師真的對選舉有多大的主導能力 因為牧師是不能命令的 也甚至不能勸告大家投誰的票 因為教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你們的宗教活動 盡量不涉及政治尤其不涉及投票行為 對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這個似乎把這個福音 就是福音教會裡面本來就有民主派的支持者 20%左右 那麼這批人就是沒有這個報紙 這篇文章他們也照樣是堅決的投 不知道民主黨的誰 說不定連那個AOC要去當候選人他們也一樣投 因為他們是本身在價值觀念上是左派 從道理上講 左派的基督徒啊 如果價值觀是左派的 他其實好像和基督教的教義和聖經開始有矛盾 我這個問題就不談了 我想談談那個關於這個彈劾案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 我完全同意剛才謝田先生的這個說看法 美國民主黨是在完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 僅憑幾個道聽途說來的消息 我現在說道聽途說意思很明確 那就是他們現在找到的所有已經做過證的證人 沒有一個是第一手的 就是誰也沒聽見我當時川普說什麼 每個人都說我聽別人說 至於那個別人呢要保密 最後就變成誰也不知道誰說 那只能說是道聽途說 道聽途說的東西能夠作為證據嗎 不能 我們都知道經常會這個 你如果是法院辦案也好 甚至就是記者採訪 談一件事都要問你有證據嗎 什麼叫證據 你不能說我剛才馬路上走過聽見路邊的誰誰嚷嚷一嗓子 那就是證據 那行嗎 不行 那不是證據 站不住腳 現在民主黨的彈劾案就是以站不住腳的沒有證據的理由 用道聽途說當作根據就強行發起的彈劾案 我下面念一段中共官媒的話 中共官媒說參議院通過彈劾案的可能性為零 這不是我說的 這中共官媒的話 我接著後面還要說 還要引用 還是官媒的話 這都有引號的 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自決陷阱 只會對川普有利 我剛才引用的參議院通過彈劾案可能性為零 還有民主黨的自決陷阱對川普有利 這都是中共對外宣傳的官媒講的話 那麼他是在什麼背景下講的呢 他專門的引用俄國專家的話 俄國專家也是這個看法 換句話講就是說 俄國和中共都認為說 剛才講的這兩點 那麼接下來就是主持人問的問題 就是波羅西為什麼拖著不向參議院交這個彈劾案 我覺得有三個目的 那個剛才謝田教授引用的Gingrich發言也提到了 然後現在這個參議院的議長也提到了 我覺得第一個目的就是眾議院啊 因為手頭沒有印證據 所以想把這個燙手三月甩給參議院 那參議院覺得說你根本就是胡鬧 憑什麼你把唐宣傳給我們 所謂甩給參議院的意思就是說 我根本就沒證據 你們去查證據去 那參議院為什麼要替你波羅西擺貨 被你們擺弄 所以他是故意的希望這樣做 那麼參議院其實現在是希望快速結案 否定彈劾 而波羅西就故意不讓他快速結案 第二點呢 我覺得這是不光是黨爭 而且很重要是選舉 就是現在實際上波羅西的做法是 就是通過彈劾案保拜登上位 用壘球的話講就是上壘 因為拜登自己在烏克蘭設計的腐敗案 就是他去逼迫烏克蘭政府 讓烏克蘭總總監察長下台 免得調查出他兒子在烏克蘭的腐敗案 證據是確鑿的 這個證據是拜登自己講話的錄像 因為這個證據確鑿 民主黨內的極左派候選人 都想把拜登趕下這個總統候選人位 但是民主黨內的建制派知道 現在如果極左派的候選人 成為總統候選人參加選舉的話 那後果對民主黨來講是災難性的 那就葬送了民主黨 所以為了不讓民主黨滅亡 他現在只能力挺拜登 那麼怎麼樣力挺呢 這個彈劾案他現在要他做到的是 叫做煙消雲不散 就明明彈劾案是必定 用中共的話講叫做 就中共是最希望川普被彈劾的 他都說彈劾案成功的可能性是零 那麼這也就是說這個煙已經散掉了 這就這一槍打出來以後 煙是馬上就散掉了 但是我說他煙消雲不散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煙消雲散是煙消雲不散 佩洛西故意把這彈劾案在手裡揮有不停的揮 希望這個雲繼續在那 為什麼呢 他不光是為了打擊川普 還是為了堵住民主黨內 反拜登勢力的嘴 對 因為如果他這個案子一結 那些人倒過頭來 就像那個桑德斯啊 還有Warren這些人 就會馬上出來反拜登 而且就會把這個 拜登給擠一下這個 這個民主黨的候選人的這個臺 這樣的話 建制派就發現說完了 民主黨要改名社會主義黨了 而社會主義黨在美國是沒有生命力的 從來就沒成功過 今後也不會 永遠不可能成功 普洛西我覺得還有第三個目的 那就是他希望動搖美國中間選民的投票意向 現在民主黨的支持率在台湾案出來以後 有點像這個一個是 特別是在中間選民當中 有點像這個溫暖陽光下的雪兒 正在慢慢的消融 我們看到的民調的數據也顯示出來 儘管美國民調機構呢 很多機構是偏向於民主黨的 但現在他們的民調效果也都是 這個川普的支持率上升 民主黨支持率在下滑 所以如果這個彈劾案在短短的一兩個月裡頭 就像飛沙炮一樣的迅速破滅 那會進一步打擊民主黨的形象 那麼所以為了挽救民主黨 已經在中間選民中下降的支持率 所以這個Policy是千方百計想讓這個案子 永遠就煙消雲不散 就在那耗著 他恨不能把它拖到2023年去 他這個拖延就是為了把水這個攪得更混嘛 然後看能不能找著一個 我倒是覺得他那水是不混了 已經腳不混了 本來是清水 現在問題是他在那倒煙幕 就是槍打完了以後 他兩個就有點像什麼呢 這一槍打出去槍口出來一點煙霧 他兩個手把他攏著攏在那兒 不讓這煙散了 所以我說就煙消雲不散 就想靠那點小小的煙霧 能夠繼續忽悠美國的中間派選民 還有堵住民主黨內那些極左派候選人的嘴 那些人就沒有辦法指責川普 因為他們支持彈劾 指責拜登 但是我那個安華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當年16年福音派的教會 支持這些教徒 他支持川普的理由 或者原因呢 到現在這些理由 那到現在難道不是更加充分了嗎 換句話說他們應該更支持的 你為什麼覺得難道川普做的 跟他們原來支持的東西 有違背背離的地方 讓這些福音派的教會的教眾 會覺得他們不應該再支持川普了嗎 因為我看起來是川普做的是更好的呀 你覺得呢 我覺得主要是從他的個人的這個平行上 就是說從他的個人平行 就是包括他的這個道德操守 包括他的這個和這個外界打交道的時候的這些做派 包括他當然這個當中也有很多的這種不同的看法 並不是所有的這個福音派 就剛才小農說的也是 就是說沒有一個統一的 並沒有一個統一的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 就像這個實際上對我來說 我可能更傾向於是選人不選黨 那麼就是說這個人他做的是符合這個大多數 或者是讓我覺得自己有自己這種判斷 那麼上一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從這個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開始以來 這種民主黨這種極左路線是越走越遠 那麼這個當時到了16年的時候 真的讓人感覺到是忍無可忍 那麼這個包括這種所謂的政治正確呀 包括剛才謝教授您也說到了 連個這個聖誕快樂都不能講了 男女同色呀這些 對呀這些東西實在是對我個人來說 我是無法忍受 我覺得對於這個今後的這種道德觀的 這個道德價值的如此的這種淪喪 我覺得這個讓人感覺非常的擔憂 那麼這個時候當然對於川普來說 他是他個人來說 我並不認為他是一個很虔誠 或者說是很合格的一個所謂的這個基督徒 但是他的確他是擁抱這個力量 那麼這是歡迎的 所以呢就是當時支持他主要是出於這種 但是他上台之後我個人的感覺 這可能當然是我個人的感覺了 在此就不多說了 但是你說這個對川普這個道德操守這些攻擊也好 就是我們知道在16年選舉的時候 那個時候選舉的時候呢有更多的攻擊 很多很多各種各樣的攻擊 實際上那個有一次我記得好像就是說 他也有人引用到他在一個男士的那個locker room裡 跟了一個人講的一些對女性不尊重的話 那個已經到了極點 那時候那時候川普已經甚至我記得 我記得好像他已經打算要幾回就要放棄掉 那你說在川普的就職以後 這三年來他有這個道德操守上的問題嗎 或者是有什麼道德的事情嗎 為什麼操守會成為一個問題 讓福音派教會的會疏遠他呢 這個主要是從他 我們可能更多的是從他對這種信仰的角度 到沒有多談這個政治 當然也包括他這種 當然這種信仰的無疑要和道德發生關係 那麼這個道德包括他對他的這些 過去的所任命的這些官員之後的這種 氣之如必履啊 那麼這種言語啊等等 那麼這包括和這個在對外交往 這個和這盟友之間的這種領導人的這種關係啊 發表這些言論啊等等 那麼這些都是 再一個就是說這個這篇社論當中 實際上也都提到了一些 這方面的內容就說 他不是說到嗎 就說這個主要是對於一個撒謊的問題 一個撒謊的問題 那麼這個當然這個 這個時間關係就不多念了 因為這個這個消息呢 大家也都都能看到啊 那麼就是說 對 那麼這個社論大家也都能看到 就是這個當然了 川普總統呢 對此也是發表了自己這種反駁嘛 他認為就是我對這個福音派做的最多嘛 對他是說的這句話嘛 所以就說我現在沒想到你們是 來這麼一篇 然後呢他是拿出佐證就是葛佩利的兒子 那麼這個葛法蘭的力挺他的話 來抵消這個 這個今日基督徒這個總編 他這個社論這個撰稿人的這個影響 那麼當然這個影響呢 當然我不認為這僅僅就是一個總編輯的 能夠自己發表的一篇文章 或者是一篇社論 那麼這是代表了這個至少是這個這個刊物 或者說是這個群體的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的一種意見 否則他這個獨目難知啊 他發出這篇社論一定會遭到譴責的 那麼但是目前來說呢 我們感覺到的就是說 他的確不像這個天主教會他會有個聖譽啊 有個教皇的聖譽啊 這種發表這些 這個可以說是代表著一種半官方的 有約束力的東西 那麼基督教的確他是一個很自由的 就是說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自己的這種政治的這種取捨 但是呢他多多少少會形成一股力量 就是說他會一種約定俗成的 或者說一種很默契的這種做法 包括這個教徒之間的這種短信啊 這種這種往來啊 一些這個崇拜世間的這種交流啊等等 這都是一種形成一種暗流 你可以說是一種暗流吧 是這樣的一種契機 所以說呢這股力量呢 應該說他的做法可能和天主教會是有比較大的區別 那麼天主教會他是統的比較厲害 統的比較死 那麼基督教會呢是放開的 的確沒有一個什麼一個宗教領袖啊 或者當然像比利克拉姆這種葛佩利這樣的 那麼這也是一種約定俗成大家認為的一種領袖 但是也沒有誰去加封他或者說給他一種加持 那麼這當然是從這種信仰的角度來談一點 那就說這因為這個話題呢 的確讓我們都感覺到就是說有些來的比較這個突然 就是說而且來的可能也比較早啊 比較早你想還有一年嘛啊 還有將近一年的時間就已經發出這麼一篇這個社論 當然你說這篇社論也可能他本人的這種立場是民主黨的 或者是偏向民主黨的 但是不管怎麼說這是對於教會內部來說 這還是一個必須要關注的一個聲音 就是我的一些解讀吧 我的一些觀察 我都希望這個福音教會內部呢 也許真該好好就這個問題討論討論 也許這篇文色論呢很可能會激發這樣一個討論 對 畢竟我想我們應該就是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應該好好觀察一下就是說 在福音教派內部對川普的那些看法和支持率 在未來大概幾個月會有什麼變化 這個倒是很值得關注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篇這個社論當中提到的這個 他認為呢很多人對之所以就是說這個 說到這個拜登這個去抹黑他這個拜登這個事情 他認為是極其不道德的 很多人之所以對此並不感到吃驚 是因為這位總統在他執政期間已經把這個道德標準一再壓低 他雇用然後又開除了不少人 現在已經是被定罪的罪犯 他自己也承認在這個商業活動 和在和女性的關係方面的不道德行為等等 那麼這是他主要 您說 我不是說你們這位這個福音教派的報紙主編的撒謊 拜登的腐敗問題不僅僅是在烏克蘭 而且那是證據確鑿 那段錄像我就看過他本人說的 所以你不能說拜登自己故意把自己說成是腐敗的 以欺騙公眾沒有這樣的邏輯 這是第一 第二拜登同時在中國受賄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這個教會的這位主編為什麼故意大謊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懺悔 我不認為他是合格的基督徒 是 我同意這個小農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他是 他對事實都不存在 他是完全黨派對於站在這個基督徒的地場之上 這就是大謊 這也違背了這個聖經的對一個誠實的基督徒的要求 嗯嗯嗯 行 我是覺得就是 你可以把我這個話轉告給這位主編 我們這個實際上這都是 就是這你說這代表了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的這種看法 僅此而已 那我覺得這反而是問題 就為什麼會有相當多人拒絕承認事實像民主黨一樣 那是因為他們把黨派和政治利益還有政治正確放在更高的位置上 而不是事實放在第一位 嗯嗯 這是大問題 民主黨真正問題就在這 嗯 就輸不起 Pet Robertson Pet Robertson對這個怎麼看 我沒聽到他的看法 你沒聽到他的看法 我知道 這個我還沒關注他最近的這些這個步道 嗯嗯 但是就是說這一篇社論呢當然也是 他畢竟是一篇 目前也僅僅是一篇社論而已 就是說但是他開了一個口子 他或者說是打出第一槍吧 或者說有這麼一種效果 讓大家不得不去關注一下這個問題 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那麼至於他指的這個理由充分不充分 我個人認為呢當然他說到這個拜登 我認為拜登這個貪腐是毫無疑問的 我也是這樣認為 但是就是說不僅僅是這個問題 那麼還有可能有些其他的問題 那麼這個我們因為時間關係呢 可能我們這種討論呢 可能從這種信仰的角度來說 或者從這個政治評論的這個角度來說 可能有不同的這種觀點 不同的這種視角我覺得都很正常 我覺得這個最終呢 美國的選民會用這個選票來做出這個回答 是的 好我們這個時間關係 今天第四個題目就到這 我們感謝觀眾朋友在線觀看我們的節目 如果大家對節目的喜歡 那麼歡迎您收藏分享點贊 同時呢在線發表自己的觀點 再次感謝程曉農博士 感謝謝田教授加盟我們的節目 發表精彩的點評和分析 我們還有之間 謝謝謝謝 謝謝小農謝謝謝謝教授 好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好大家再見